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则判决书披露了一件令人十分气愤的案件 本案的被告者张某泽是仅有初中文凭的无业男子 2011年至2019年8年时间里 在杭州等地通过虚构高校学生身份优越家庭背景等个人信息 以帮忙拍照等理由搭上了20多名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被害人 随后以谭联亚交往为名 通过玩游戏 借钱周转等对相关被害人实施诈骗和猥琐 骗取财产共计550余万元 期间甚至有多名女大学生与其发生性关系为其怀孕 据折城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间 被告人张某泽冒名张晓松张子邦张东东张卓等名字 自称是香港人系香港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哈佛大学等大学的学生 英国留学生的身份 在杭州等地以帮忙拍照等各种方式搭讪 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被害人 在聊天中编造自己的身份 虚构自己的姓名 年龄 婚姻状况 民校求学经历 优越的家庭背景等个人信息 在获取被骗人的信任后 以谈恋爱玩游戏为幌子 编造各种旅游 从多名被害人处 骗取财产共据人民币550余万元 大部分用于赌博挥霍 2011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 张某泽以帮忙拍照等旅游 通对16名女生进行猥琐 受害人主要为女大学生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某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多名受害人的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张某泽强制猥琐妇女 有其他恶劣情节 其行为还构成强制猥琐罪 2020年11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张某泽诈骗犯罪 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并处罚金50万元 犯强制猥琐罪 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令其退赔诈骗违法所得 发还相关被害人 宣判后张某泽提出上诉 2021年1月26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维持原判 通过这个案件 我们除了对骗子痛恨以外 对这些女大学生既同情又无奈 难道受过高等教育的智商 玩不过一个初中生 背后的原因值得大家深思 对此不知道网友们怎么看呢